北加州淡江校友会会长宋韶华在两年的任内带领着会员们举办许多推广活动 并且积极融入主流社会 宋韶华就希望借由各项活动可以增进校友间的情谊 也欢迎有兴趣的侨胞们可以一起来参与 淡江校友会就是本着一个校友联谊互助的一个团体 所以我们本着这个平台我们推广了一些活动 像高尔夫的活动 跟每个礼拜都在举办 争议人学长的举在负责联络 另外一个我们有个淡江大补队 除了是淡江的效应 我们提供一个健身联谊的活动 我们也开放对社区所有兴趣的人一起来参与这个活动 那今年呢我们办了一些像我们起来台湾的张宏黄教授 就是我们学校的文森与中心的主任 他是每日一字的主持人 推广了书法将近四十年的时间 当作张教授的个人的事业 淡江大补队 今年呢也像往年一样 也参加了很多社区重要的活动 像元旦升起跟国庆 几股 到社区里面关怀弱势 到Fremont的特殊儿童之家 跟这个夏天的防安协会的一些活动 那更重要的是我们在今年春节 我们也参加了周金山新年的花车大游戏 这是全美前五大的游戏 非常的精彩 也是台湾唯一的一个大游戏院校 来参与这个活动 今年我们2013年 我们很会继续去参与这个社区无意义的活动